投资者很多时因网绩或市况,认为只有某一资产类别,股份类型是王者,其余多致珠不理。 近月博客The Evidence Based Investor 赞文,以高尔夫球为遇,提醒投资者不可忽视各资产类别。 高尔夫球手心明为每次揮肝选择最适合的球肝至为重要,例如在不熟悉的环境中,一下子制出一号木肝,Driver,纯属自尋烦恼,风速,温度,距离与揮肝性质,均影响球肝选择,开始时先以2-4铁肝,Long Iron,起步或是教明智之举,而接近果领时。 太进取或太保守的选择,都可能已被困沙伤,Sand Bunker,过龙跌进树重告中,影响成绩,删引号,所以球手要打好一局,必先利其器,有齐适当球肝,并控制情绪,知道何时该做什么。 投资路上也是一样,整套球肝代表一个充分分散的组合,包括股,债,物业,现金等,每类资产以下还有细分类别,正如每支球肝,在适当的场地发挥作用。 高风险股票如小型股,新兴市场股,就像是木杆,Whoops! 长线投资预期回报较高,但可预见性低,非常波动,希望有所进境但降低波动。 大型股可能是较合理支选,就像中距离铁杆搬。 预期回报较小,意外也较小,债券侧像PW铁杆,Pitching Wedge,专门负责要好好控制的防守性动作,现金就是推肝,保障最终达阵。 组合有齐不同球肝,可应付不同年期,风险为纳,回报目标所需,各项皆是独当一面不可或缺。 至于投资者本身的心理,也可效法优秀的高以夫球手,聚焦于个人的纪律,接受有些元素可以自控,有些侧否,多理解个人的承受能力,集中于辉干动作,结果如何侧由球,市场,决定。